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罗省县区之会 在洛杉矶华铺举行了交接的就职典礼 这个组织已经成立超过半个世纪了 长时间为当地的华裔权力而努力 乔委会的委员长吴英毅也特地到场担任了监事官 他也勉励新任的会长马树荣 要继续为华人在美国的福祉而奋斗 一项与中华民国渊源深厚的 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罗省县区之会 举行新旧职员交接典礼 现场出了来自各界祝贺的花篮 乔委会委员长吴英毅 也在洛杉矶巧教中心主任秦许邦 及副主任邱昌生陪同下 到场祝贺新任会长马树荣 在武师热闹开场下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龚中成 每周各地中华会馆联谊会秘书长黄金泉 中华会馆四大首长以及多位传统乔社大佬 也齐聚一堂官礼 以宿礼助成 在监视人吴英毅委员长带领下 所有福利会新任职员一同宣示 共谋华人福利 包括美国国会议员赵美鑫 加州众议员武国庆 洛杉矶市长华裔代理人方树强 民选官员以及各社团代表 近200人出席交接典礼 新任会长马树荣也表示 早期华裔移民因为语言隔阂 不知如何争取权益 所以中华会馆同园会 以及华人福利会 便共同承担起这个责任 随后卫兵们相继上台致词 表示将继续推动美国国会 早期歧视华人道歉法案 吴委员长也期待 在马树荣领导下福利总会 能与中华民国政府密切合作 共同为华人同胞来努力 所有的乔社们 所有的传统的乔社们 所有的党朋友们 我们真的希望 每一个每一个我们都找回来 我希望 马会长 以你的能力 希望把全民华人福利会 领导到更中华民国台湾 有更密切的关系 我们好好来走一趟 这个美丽的人生 你说好棒哦 整场交接典礼 中华民国政府与海外桥里们 齐聚交流 感情更密切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